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大哥 又是你们俩 我每次回来 你们都追着我要饭吃 我说你们身强力壮的 为什么不找点活干 自己正口饭吃 大哥 我从小就死了爹娘 从小就要饭吃 我也想找一个 能吃饱饭的活 可就是找不到嘛 大哥 我也是要饭的 我还有一个爹 他也是要饭的 除了要饭 别的什么都不会 给一个吧 宋林 快来快来 买包的 先生 谢谢先生 这就对了 要民主 要自由 要科学 反对军阀统治 买包 买包 大哥 说什么呢 买包 给了你们十几次烧饼了 就教你们两个字 自由 懂吗 不懂 大哥 我俩现在对他的事 不是自由 是吃饭 大哥 我帮你拿 打架了 但是他不容易 每户最少交一块大洋的礼 快点快点啊 交钱交钱 有商户的小老板听着 按人头算 每人交一块大洋 听我说啊 哪个要是不交 插出来 把双倍的钱 这又抢钱呢 这方圆几百里 就属他柳家庄园最有钱 可他娶个姨太太 还得找我要钱 这不是抢钱的吗 全镇的人都交钱了 一加一块大洋 可我是一加五块 谁不知道 这全镇除了柳家庄园之外 就您的柳记良店买卖大了 我买卖大怎么了 有买卖就得按人头算 连我在城里念书的儿子 也算一份 五口人就交五块大洋 哥 你看 都让他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谁家放胖 柳爷娶三姨太太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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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家真有钱 都许三姨太了 哥 你 你妹子长得真漂亮 像个仙女似的 我 你少看我啊 臭腰犯的 你不好好在家待着 满大街胡跑什么呀 别让我叫你回去 走 你自己先回 我看热闹去了 你离柳家门楼远点儿 我知道了 一个老头子 又娶三姨太太 这是什么鬼事的 咱想的是一碗碗大米饭 人家想的是一个个小媳妇 什么叫自由 这才叫自由 真是仗势欺人 你那呛的就是 别动 黑狗 想不想出去 跟我见见大声点 想 我也想 好 中午在码头等我 知道 推翻军法统治 推翻军法统治 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民主 民权 民胜 推翻军法统治 喊什么喊什么呢 你这 小弟们 北平已经爆发了 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我们不能再这样活着了 打倒军法 少爷 少爷 我花钱赴你念书 就让你这么烦哪 比你一点不欢心失局 打倒两强 都是打倒军法 散了散了散了啊 散了散了啊 你听他的 爹 二侯 我跟你们说啊 我得赶紧回小城了 怎么着 这刚进家门就想走啊 我花钱赴你念书 是为了什么 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你以后能够回来 接咱们祖上传下来的家业 不是你这孩子 你你你怎么就不知 你别提你什么产业了 我压根就不想弄那好营生 哥 不就是个小破良店吗 小小破良店 咱们柳季良店经营了三百年了 你怎么说小破 爹 你还跟我摆上谱了你 你还敢插腰 我 我我我我伸死你 爹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给我去 你休想吧 我得去省城发动学生们 推翻军阀统治 你想不 拿钱 哥 你你做梦去吧 我发动学生搞运动需要钱 哥 你干什么呀你 走开 给我 你不敢 撞手 你别动 你 啊 云轩 云轩呢 把咱家所有钱全都拿出来 给我 去 把钱给我拿出来 给不给 不给 你现在可不可 出来了 云轩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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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成就毁了你 你想跟自己加了你 都毁了 你抢自己加人呢 哎呀 你这个畜生呀 你抢给你爹了你 啊 你这个畜生 为公里抢学 我把他受了多少口 爹 解散哪儿了 快告诉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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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我 我 我 爹 我 你还有枪呢 在哪弄的 我怎么不知道呀 这 剪刀 你把这 你把这东西收起来 收起来 你还真有枪呢 你还 你真成脱废了你 你 你还有枪呢 你 收起 哪儿拉枪呢 哪儿拉枪呢 哪儿拉枪呢啊 来人 去给我到镇子上看看去 快点快点 是谁在跟镇子上放枪 啊 发过来这是 快去 快快快快去 有钱了 你 你这个叔叔 爹 爹 爹 你真成毒肺了你 爹 爹 爹 不叫儿子柳云轩 对不起你了 我了爹 儿子这是去省城办大事 爹 儿子再跟你说一句 如果儿子死在外面 那是值得的 algo 哥 娘 云旋 云旋 哥 你走了在家怎么办呀 哥 我跟你走 我要去省城 你回去 到这儿干点活 照顾咱爹娘 我不 我不 你去哪儿 我跟你去哪儿 你回去 你上你的钱 还是我值给你的呢 你再带上我 有这钱 你能偷偷吗 有这还要钱呢 你还没发现呢你 哎呀 我成人 老天爷 大黄儿 哥 你待着我 你回去 我要跟你走 我要去城城 你去城城干什么 我去见大师面呢 我不能老在这个破坑上待着 你好吃懒做的 你什么事也干不成 感觉找个人嫁了算 我不嫁 我想嫁呀 可这个破坑上有好男人吗 我到城城 找个好男人我才嫁呢 我到省城去办大事要死人呢 还想到省城去嫁人呢你 赶紧回去 有故 我不会回去 我要跟你走 回去 我就跟你走 哥 你还真的打我呀 你再跟着我还打你 哥 我恨你呀 你带不带我走 哥 我恨你呀 太早了太早了 哎哎呀 哎呀哎呦 哎呦 哎呦 哥 你怎么才来啊等你半天了 你们两个真的想跟我去省城 去见大师免弄大事 行 去去去 我们俩都跟你走 真的 大哥 咱弄什么大事啊 推翻军阀统治 不敢去了 跟我走 有白馒头白米饭吃 那行 我们跟你走 你让我打谁我打谁 推翻谁都行 对大哥 只要能吃饱肚子 你说打谁就打谁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是去做大事的 不能光想着吃 先跟我走吧 好 柳季梁你的小子 你要出去做大事了 是柳家庄园的太太吧 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见你呢 年轻人 有志气 不过想做大事 不用跑那么远 我们柳家庄园 缺个师爷 你念个书 会用脑子想事 还会用枪 跟我回柳家庄园吧 谢谢太太了 我不去柳家庄园 我要去省城 北平已经爆发了学生运动 我要去省城 发动学生运北平的运动 就这么走了 一点面子也不给 别开枪 没我们事 你小子 念了几年书 就敢在我面前拔枪 就你那把破枪 也能打响 你开枪啊 你开枪不一定能打死我 我身边的这些手下 立马就能把你打成塞子 大哥 打不过你我自上 就你那把破枪 连自己都打不死 太太 你说得对 在这方圆五百里 没有人敢和柳家庄园作对 你让你手下人把我打死吧 你就是把我打成塞子 我也不在乎 来 来吧 你真有种 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 你就凭一把破枪 也能推翻军阀统治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你也想当爷 当爷 我没想过 你小子 我看你的眼神有股劲 你的面相能做大事情 你刚才那句话算是救了你 如果你说你想当爷 你现在就死定了 你们两个要饭的 也跟着他一块走 不不不 太太 我们是跟着这位大哥去吃白米饭的 大哥说了干好了 没准还有大会菜呢 管家 咱庄园里 今天晚上吃什么 这不柳爷才娶了三太的 今晚庄园里所有的人都吃面 面里的还有肉呢 面弄得够不够 够 灶台上一下子活了十袋面 肉都冻好了 那好 叫这两个要饭的 一块去吃 我们 太太您慢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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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脸 一碗面就把你们俩收买了 等我回来 再跟你们算这笔账 我 我 我帮着牵着 好 你们俩先吃着 我跟你们说说这庄园的规矩 这庄园的规矩嘛 是一切看着柳爷的眼色形式 但是这庄园的规矩 还得看王爷的眼色形式 王爷是谁 就是太太 她是省城里的大户人家 她娘家姓王 都懂了吗 太太不是女的吗 怎么叫王爷呀 也是爷 可当面不能较严 你俩记住这规矩就行了 嗯 死罩 刘爷 准备好了 好 刘爷 准备好了 好 好 冲冲 太太一块去吧 看看新来的都军吧 我不去 杀人有什么好看的 他杀他的雪生我还不去 我找都军是买枪 你还非让我看杀人哪 不远啊 就在火神庙 报告长官 这有一个西班子 好啊 让他们唱 台下杀人台上唱戏 好 好啊长官 唱什么段子 软一点软一点 那个老子不懂戏 长官 那唱小寡妇上坟 又软一好听 还适合今天的事 行行行 管他什么戏呢 我杀人他唱戏 这他奶奶的热闹 老板 老板 听着啊 都军长官说了 要听小寡妇上坟 好 不要收了 赶快摆上 都军大人要看演出 紫苏 都军大人要听小寡妇上坟 你唱哪一段啊 不唱 这台下要杀人 我今天不唱这处 我的姑姑奶奶 我们怎么惹得起这个都军大人呢 他懂戏吗 今天我还就唱宇宙风了 逃难这段日子我憋得慌 我就装风卖傻给他们看了 我的姑奶奶 你这一风 你还想不想活喽 我活着有意思吗 我今天还就唱宇宙风了 一个都军 他能把我怎么样啊 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 在这儿装风卖傻 背上这一段 别管别管 好听啊 好听 放开我 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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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别急 别动 大空走 分开我 有 另斚 松放开我 哪一 很 zou 哪一 好像是咱柳镇的 谁啊 就是这小子 把他们家的钱全卷跑了 说是要到省城办大事 这小子有用 咱得把他留着 杜金啊 你给我注意下面那个个儿高的小子 不像力就来呀 去 把那个小子给我拉过来 这儿 你把你们家的钱全花光了 你还想死 死就死 柳爷和我今天想救你 都军也同意了 你再好好想想 我不想 小子 在这儿签字画鸭 你可以走了 快点 你这会儿可是生死之间 死就死了 我压根就不怕 你瞧他那样 还想推翻我们 一个个的赤手空拳 还想和我们这些拿枪的弄事 你说他是不是活腻了 这些要崩了的人可都是学生里面的头 沈主席是下了死话的 得把他们全毙了 小子啊 我倒是想救你一命 但是你要是再这么降下去的话 那么你真是找死 你赶紧按手印 我办 我要按了 能不能把他们全放了 小子 放了你 那可是给柳爷一个大面子 柳爷 是条汉子 我还非救你不可了 赶紧带走 是 是他案的 别说了 我没按是他案的 走 走 不是我案的 马上要杀人了 你想看就看不想看 你就赶紧走 走 大刀就跑 你放给我 你走吧 走 放给我 辜吧 不走彼死好 走走走走 走走 进进 走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非得救那个小子 这就好了 杜菊那个王八蛋 说给了我个大面子 要花五千大洋出去 读定说用这小子投底了 这小子值五千大洋 我真是 我真是赔大了这回 我看他 宁死前还能笑 我才想救他 可谁想到 他这一笑 就值五千大洋 你看那小子的张狂样子 咱救了他 他还不买账 五千大洋就这么不见了 你说怎么办 你不是去万城吗 把这个小子带上 把他的人头 再悄悄地还给都军 就让这个小子 无声无息地死吧 你这只让我在都军面前 讨价还价 我找死啊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这小子 值五千 既然他的人头 值五千大洋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 你必须让他活着 这小子要是好好栽培 他一个人能顶一百个亡灵徒 我买米 好来来 袋子拿过来 好 我给你尝尝 这老板 呦 管家 我们庄园的太太有请 庄园里的太太 叫我 大家在镇上住了一辈子了 我还真没进过庄园呢 周老板 跟我们走吧 爹 你要去我叫庄园啊 我也没去过 我跟你去 你 你别救我 进去 干什么你 这里边待着的是你儿子 被柳爷和太太给救了 可他这会儿还想死 你得去劝劝他 我儿子让柳爷和太太 给救了 那枪毙人的 你没听见一片枪声 紧接劝劝 我儿子 儿子 你怎么了 爹 你就当你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死了 你就当你这个儿子已经死过了 你可是不能死呀 你怎么胡说呀 爹爹 太太 我把柳云轩他爹给带来 你死了 咱们柳金良爹传给谁呀 我不能就这么活着 我想死 把柳云轩关进地牢里 好吃好活地带着 我可不希望他死了 我按太太的吩咐办 我那些同伴 都被杜军给杀了 给枪毙 咱们不管他们 不管他们 你不是还活着呢吗 你不能死啊 你要是死了 咱们柳家 指我谁呀 我就你这一个儿子呀 老天爷呀 老天爷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畜生儿子呀 柳哥 柳哥 你怎么不吃饭呢 啊 不吃饭了 还是想死啊 你要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行了 你别傻了 我们不会让你死的 你得吃饭呢 柳哥我就想不通了 你废此不可呀 我看你们俩跟他挺好的 太太 您不知道 我们俩要饭吃的时候 柳哥对我们就特别好 每回书包里的白面馒头 全都分给我们吃 特别照顾我们 太太 真的 柳哥对我们俩的好 那真是没得说了 好 送他回去 把他放了 带几个弟兄把他们家围了 我这就过去 柳哥 走走回家 祖宗仙人 神仙菩萨 保佑保佑我们柳记良殿吧 保佑保佑保佑 脑玉封 爹 娘 大红 我哥回来了 我哥回来了 天 我儿子回来了 还这么多人送啊 谁送他了 这是太太下的话 让我们来看着他呢 孟才 你这人就不会说话吧 那个刘老板 是这么回事 我柳哥呢还是想死 太太不想让他死 让我们看着他 到处都是军阀混战 吴佩孚和段契瑞党 张作霖和吴佩孚党 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儿子 你这封毛巾可是又犯了 哎呀 轩儿啊 娘为了你求神 求菩萨 求他们保佑你啊 哥 我全知道了 人家柳爷和太太 把你从死人堆里拉出来 你就不能再死了 这就是 太太来了 快快快 拿椅子 拿椅子 拿椅子去 还把太太惊动了 你 你 帮过来 帮过来 您请坐 我说两句话就走 你是不是还想死啊 柳老板 柳老板 我今天把话搁着 为了救你儿子一命 柳爷和我 一狠心花了五千大洋 五千大洋 这是真的 五千大洋是真的 为什么 柳爷和我都看上了你儿子 你儿子 必须替柳家庄园做事 可现在倒好 我们花了很多的大洋不说 你儿子不理情啊 我要是把他杀了 柳爷和我也不忍心 柳老板 柳老板 你把话给我听好了 这个钱你们必须还 太太 这么多钱 我 我可是还不起啊 你要是还不起好办 我要你们全家的命 你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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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子 你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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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太太 闪开 别过人了往边上 说你呢 边上 边上 五千大洋 这都能买上百车大米了 五千 往边上 先认哪 儿子 爹给你跪下了 你到底要怎么认你你说话呀 儿啊 你爹和我都给你跪下了 你不能死啊 五千还打烊就是把咱们两爹都卖了 把你两个妹妹也收着卖了 也不够还的呀 轩儿啊 你要是走了 我们全家的命就都没了 求求你 你就按太太说的去办吧 你到柳家去办事 那儿也总比死了强 你倒是出来的 哥 你还不快出来把爹爹扶起来 你把咱们全家坑得还不够吗 咱们的签让你绝跑了 你又签了人家五千大洋 你到底想怎么样 哥 替柳家庄园做事好呀 你这种见过大十面的人 你怎么傻了呀你 爹 娘别哭 不就是五千块大洋吗 我这就去柳家庄园 爹 你上来 爹 您坐下 爹 儿子对不起您老人家了 儿子 有你这句话 爹呕在心里一年多的这口气 也就算顺了多了 爹 我发现古人说过 秀才造反三年不长 这句话很有道理 我在省城这一年 把钱全都折腾光了 也没人听我的 我手上也没有枪 我现在真的没有别的路了 我只能去柳家庄园 他们让我活得不痛快 我就让他们活得窝心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 儿子 咱们都不顾人家 柳家庄园 是这风源五百里的爷 那是爷呀 在他们眼睛里 咱们就是孙子 咱这小胡人家 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老鼠急了会弄死头大象 爹 我想好 我替柳家庄园做几件事 然后我就回来 我老老实实接你的办 瞧瞧 这话就对了吗 这五千块大洋 整上我 爹 这事你就别管了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 大小姐 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这脸是怎么整的呢 你少这么看着我啊 恶心 大小姐 你不知道了 这一年我也出去了 这方圆五百里 没人敢跟我这么说法 走吧 走了 哥 你想通了 这就对了 你看看我 以前就是个要贩子 全阵都知道 可我现在也是威风扒面了 是不是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哥 是柳家庄园做事好着呢 每三个月能吃上一顿面条 大年三十还能吃上大会菜呢 柳爷太太 我想明白了 我替柳家庄园做事 柳爷 你什么时候去万城 什么意思 你要去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去 我把我这个人头还给杜军 把那五千大洋要回来 你呀真是个二杆子 你不要命了 你的人头就是五千大洋 你能给我他要回来 就像你这样杀你一百个 我那五千大洋他也是泡汤了 我知道柳爷 我就是想问问都军 我这个人头到底知多少大洋 行 那你在这儿候着吧 我们的东神去万城 你跟我一块儿 去吧 行 这倒是个办法 我明年还就把这小子的人头 交给都军 我用这小子的人头 换回我那一百条枪 他既然那么想死 那咱们也不当这个冤大头 那就让他去死吧 不过这事还不能让他知道 让他稀里糊涂的跟我走 稀里糊涂的完蛋 对 咱就这么办 好 唐爷 唐爷 有大事 豹子 什么时候能把你脾气改改 天大的事 在白丰寨也是小事 我听说柳爷要请独军 来攻打咱们白丰寨 消息可靠吗 消息绝对可靠 在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下手方便吗 唐爷 我听说在万城的戏楼 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去会会他 结束 碰 人温室 焰 相爷们哪本事 嘿嘿本事哪 迈给他不走天涯 嘿嘿走天涯 身后整哪单放大 嘿嘿干忘了 也敢打起乌拉拉 嘿嘿 乌拉拉 为什么 柔日下 无理追理上 人体快往 你却是 磊落着的吃香荷辣 为什么 却底结尾起耳垫吗 这辈子不敢大声说话 失去失辱 失去远时 还要吞响 你只要 请我 请他 你女人也更像 男人也奔赏 让你受害 几个一切贵的 黑白点倒了 一切规划 无用喊喊 银行请到大名单 兄弟们哪 本事啊 嘿嘿 本事啊 买开大步 走天涯 嘿嘿 走天涯 先往正那 胆妄大 嘿嘿 太棒了 也敢打起乌拉拉 嘿嘿 乌拉拉 即使男儿不爱 都是花 看大世界看抓 你手要是枪杖 挂下最风法 你必要张 今宿中一起发 今宿 三处就是一回本 是不从一生 要怕 好久一壶冰天霞 嘿嘿冰天霞 黑白眼儿不揉杀 嘿嘿不揉杀 看要出来火辣了 嘿嘿火辣了 我看大我看台下 嘿嘿冰天霞